幾文件挑戰 大家好 我是老牛 我是小辰 有一間在新北市的醫院呢 在1988年成立 他們其中的病人在這中間 總共有1500多位 他們用GDR做活了 連海多個病人 超厲害的耶 而且其實是一群年輕的醫生 他們有設計弱勢住人之心 哪個開的之間的一位 所以意思就是說 他們衣服又好 心意又善良 那一定長得很帥 但是 他們在2006年的時候呢 被國稅局批凍 前五年 逃漏稅的三分多萬 他們醫院呢 就過了好幾個月 動用了派遞區 財務部的人力呢 跟一些稅官們的稅帳 全部都沒有錯誤 但是 但是 國稅局並沒有因此 特效稅帳 他們還跟他說 因為國家虧錢 給予多少獎益 傻眼 那國家到底有多虧錢 那台灣的稅序如果不改變 台灣就不會這麼多 我們下禮拜見 好 好 好